今年27歲的曲音霞 跟隨馬俊仁已經有十多個年頭 他的身體狀況明顯處在下鋪狀態 不過曲音霞作為唯一留隊的老隊員 在馬俊仁心目中 仍然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 他也是按照馬俊仁 聽話吃苦四次選擇標準入伍的 花運會中他獲得了四塊金牌 並且兩次打破五千米世界紀錄 現在的馬家軍隊員有六十多人 他們是大連體校內的 這間小餐廳裡顯得有些擁擠 隊員們每天吃的 都是在一般人家餐桌上 都能見到的平常飯菜 並沒有像外界傳說的那樣神秘 曲音霞來晚了 也只能站在 比他小十幾歲的小隊員旁用餐 在馬上